大家好我是SumPone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關於本週五的抽卡加年華公告影片 這邊一樣來複習一下 每一天可以購買100蝌蚪的福利禮包 都是固定的 抽卡加年華這邊每500抽為1輪 可以獲得1000億積分 這次的400抽愛妮雅斯祭 這個是血腥的貴重品 這次的貴重品收穫劑這邊 跟上一次的抽卡加年華一樣 有百新貴重品進去 這次收穫劑的是鷹鵝九神 還有雅典學派這個是舊的 愛妮雅斯記這個是新的 這邊也有特別的說明 橘色貴重品愛妮雅斯記 將於本期的抽卡加年華活動結束之後的兩個月 進入文明構成器 和穿越者0592的抽卡機獎詞中 0592就是指我們新的抽卡機 再來限定兌換這邊有 亞瑟丸圓桌 負號甲骨文 柏梗蒂羅馬法典 這個待會再來看它的效果喔 首先來講一下貴重品收穫記的嬰兒九成 主要的效果是提升蝸牛的攻擊力 以及火箭神域昌室的採集率 每次降臨藝術之神 蝸牛還有額外提升攻擊力 主要的效果是提升時空孔系 還會獲得機率性的雙倍情報點 但時空孔系還沒有更新嘛 這一邊的話就是先放著的 再來第三個是英倫博物館改造 這是獲得喪屍細胞的數量增加 這是一個2S的貴重品 然後限定兌換第一個是3S的亞瑟王圓桌 這個也是新的抽卡機才能夠獲得的 主要的效果是提升蝸牛的防禦以及生命 其他的話都是英倫博物館的改造 不過英倫博物館現在比較少會用到啦 主要掛賭還是以西域跟天竺為主 接著是我們2S的甲骨文 這個是舊的貴重品 主要是探索的時候有機率性可以獲得雙倍的藍色卡片以及紫色卡片 貴重品的改造這邊就比較稍微普通一點 這個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個是伯根蒂魯馬伐點 這個是新的抽卡機才有的貴重品 主要的效果是提升上市類的兵種 部隊防禦以及追擊 貴重品改造這邊是針對變異體普通的改造 以及還有槍狼地圖的所有兵種防禦力做提升喔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本週活動的注意事項 首先是階段3的兌換條件 再來是階段4的兌換條件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階段1到階段3的推薦 因為階段4是需要破千抽的 階段1這邊推薦的話就是黑蝌蚪 階段2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紅龍靈的效果 這個器官主要是提升巨龍形態下 蝸牛的攻擊以及防禦 所以這一次階段2我會建議兌換這個器官 階段3這邊我會建議換器官寶箱 或者是黃金十字鎬 因為石樂園是大使手打都可以開到的東西 階段4破千抽這邊就暫時先跳過 接著來講一下週禮報的內容 第一個是200白蝌蚪上述也有提過了 其他都是要課金的 以上簡短的影片就是指這一次的抽卡嘉年華活動 但這一次也比較好了啦 至少貴重品收穫機有新的貴重品 限定兌換也有新的抽卡機可以做兌換 這個至少看起來還OK啦 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